伊朗另辟蹊径 计划花18亿美元打造另一条的石油通道 美军极力封锁霍尔姆斯海峡将成徒劳 自伊朗问题爆发以来 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军事经济的全面封锁 尤其是为了掐住伊朗的经济命脉石油出口 不惜派出一个航母战斗群 以及一个两栖攻击大队日夜守在霍尔姆斯海峡附近 据一下数据统计 光是这些军力部署 一天都要至少耗费3000万美元 还不包括在路空方面的投入 然而在持续数月的高压下 伊朗终于拿出了可观的应对之策 据媒体10月3日报道 日前伊朗石油部长表示 伊朗计划投入18亿美元 建设一条贯穿东西通往阿玛湾的原油运输管道 打造霍尔姆斯海峡以外的新石油通道 其中7亿美元用于开发贾茨克港 贾茨克港将新建两座炼油厂和多座石油化工厂 成为新的原油出口终端 要知道 此前美军遭遇了造价昂贵的全球鹰被击落 航母编队被导弹艇狼群驱离 扣押格雷斯一号失败的惨痛势力 都被对伊朗动一枪一炮 就是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以致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 阿玛湾游轮遇袭 沙特遇袭都是美国导演的剧本 意图拉拢更多国家加入其护航联盟 彻底封锁霍尔姆斯海峡 如今伊朗另辟蹊径 打造另外的石油通道 那么美国在霍尔姆斯海峡的封锁将毫无意义 在经济上压垮伊朗的如意算盘 也将彻底落空 因为经过贾茨克港的邮轮 可以直接驶入广固的印度洋 美军就算把11艘航母全派来 也不够封锁的 另外有分析指出 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石油出口 都依赖霍尔姆斯海峡 一旦伊朗将自己石油出口通道转移 很有可能自行将霍尔姆斯海峡彻底封锁 既然自己用不上 沙特 阿联酋等美国帮凶也别想用 届时欧洲 亚洲乃至美国的石油供给 都要受到不小的影响 而各方在压力之下 无疑会纷纷安抚伊朗反对美国制裁 这样一来美国反倒被孤立了 可见 伊朗转移石油通道这招 很有可能一举改变海班局势 不过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军 不苟急跳墙发动战争的情况下 至于美军究竟会不会孤注一掷 还要等待进一步的局势走向